下一位 梁康宏 主席 其实就很简单的 为官之道 瓜田不立理 理下不整官 其实今天已经有进步了 其实你可以自己说自己没什么 就继续开 因为我都是画的 那你今天就有进步 就说我给你讲一下 我就申报了利益 你们看了我申报的利益 那之后就看下给不给我做 那当然是进步 你是够胆去面对挑战 不过现在我就挑战你了 其实呢 上一位发言 我们同事 廖长江议员讲得相当好的 当然没办法证明你是直接 是你申报完之后你要走 现在就是怀疑你有机会 是不是 其实就不止的 廖議员就说 两个业务不同的 这个企业 那怎么能够一起去双提并论呢 现代的企业就根本都是这样的了 因为这个新鸿基 是大股东 是smarttone的大股东 那他支持你进去做执董 那跟你是不是有关系呢 有嘛 是利益关系 是不是很重的嘛 第二 你也是港铁的FaceUp董 那当然这个港铁的FaceUp董 那个嫌疑比较小一点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了 但你不要忘记 那个股东站那里争议很大的 是不是 应不应该由港铁在那里建个站 赶走石仔岭的人 而这个港铁会在这个兴建铁路的时候 获得地权的 高铁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个陈茂波叫港铁拿几个地出来 卖不到的 叫救命啊 第三 你就是中银的高层 是不是 四间在东北团地的地产商 都是以中银为 我引述 主要业务往来银行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有 那我就认为 你不做是最好的 不做就清白了 你这样做 我觉得廖先生说是不对的 你不做 而那个新界东北果然做得很畅顺 那就证明了 瓜田理下的围观之徒是应该的 是不是 这个道德是自己守的 不是要叫别人守的 一个人有没有道德 是自己提出的道德 自己率先守 然后有私德之人才可以提倡公德 就这么简单了 那如果一个人有公德 而在自己 在一个公德的问题面前 守不住自己的公德的标准 其实某个程度上 就是公私不分 由于不能够维持公德 私德都有规 明白 所以我觉得你不做就最好 不做就有个典范 而且我也明白 曾玉成为何是主席 因为他没有利益 所以我们经常都不会 除了他除了共产党之外 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